公司使命 打造精品 服务客户 保护环境 企业愿景 成为全球领先的魔技术企业 核心价值观 奋斗拼搏 团队合作 使命必达 质量方针 品质高端 安全可靠 操作渐变 控制智能 以管式模组件 组件顶部 组件底部 顶部法兰组件组装 顶部法兰组件组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拉杆两端螺纹处涂刷防卡计 将拉杆插入底部法兰 并使用螺母进行固定 将组件安装到模型底座上 并用半螺母进行固定 倒流盘正反面密封圈安装 两片相邻倒流盘 180度交错安装 倒流盘 含密封圈及磨片依次组装 10个一组 将组装好的倒流盘组安装到拉杆上 共210片倒流盘 209片磨片 最顶部布装膜片 将顶部法兰 带密封轴套 安装到第210片倒流盘上方 顶部法兰及底部法兰 纯形密封圈润滑 膜壳内表面 无误清理 膜壳安装 以管式膜组件拆解 将膜组件安装到膜心底座上 并用半螺母进行固定 膜壳拔出 擦除倒流盘组外表面残留的污物 将全螺母 拉杆垫块顶部法兰 依次拆除 最顶部3-5片倒流盘及膜片 需一片一片拆除 并进行检查 中间部分的倒流盘按10个一组依次拆除 最底部3-5片也需要一片一片拆除 并进行检查 底部法兰组件拆除 最后将拉杆从膜心底座上取下 并将半螺母 全螺母依次拆除 碟管式膜组件过滤原理 原水通过底部入口进入膜壳中 水从倒流盘组外表面和膜壳之间的通道往上流 并从顶部法兰八个区口处进入第一片倒流盘 原水进入第一片倒流盘后 从倒流盘中心的槽口流入到下一片倒流盘 特殊的水力学设计 使原水在压力作用下流津膜片表面与凸点碰撞时形成湍流 增加透过速率和自清洗功能 残水流津膜片并被膜片中的倒流网带入残水通道 水中污染物被磨解流 演化及不按比例示意 原水流津膜片经过滤后 铲水研磨片中的倒流网中网流入铲水收集器中 并从铲水出口排出 倒流盘上的O形圈防止原水进入铲水中 浓水研磨片与倒流盘之间的间隙 流入到下一层磨片继续过滤 最终由浓水出口排出 浓水产水排出